Hello,大家好,我是口碑PTE的Ru老师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京听和饭听 很多同学其实可能都已经听过京听和饭听 那我们这个分享的话主要是针对在PTE备考当中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京听和饭听 以及说我们的材料到底要选择什么 所以我会针对不同的学生段 然后给予你们不同的这个建议和复习的这个方法 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听力不好的根源处在哪里 那主要分三种情况 第一个就是我在听的时候感觉很陌生 但是打开文本的时候发现每个单词都认识 那第二个情况是每个单词其实我听的时候都听得懂 但是放在整个句子当中 我却不知道它表达的是什么含义 那第三种情况就是我根本就听不懂 所以这种是比较常见到的一些问题 那么其实给大家总结了几个就是会有这些问题出现的一些听力情况 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单词 因为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 如果说听到一些完全生疏的单词 或者说是一个半生疏 也就是我感觉好像认识它又感觉不认识的这种 那如果说我们是因为单词量太过于薄弱了 然后导招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听力 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去背单词 这个步骤是不能省略的 因为如果说一篇文章拿过来 你可能就只听懂了百分之二三十 或者说三四十是低于百分之五十以下的 那咱们就一定要稍微的拓展一下词汇 那如果说是备考PTE 大学四六级词汇是你们的根基 如果说你连大学四六级词汇你都还没有搞定的时候 就先不要去背PTE必备词汇或者是GIE等等这些高阶的词汇 不然的话只会让你在做题的时候会很痛苦 所以的话一定要先从底层去把根基先打捞一下 然后后面再巩固其他词汇的时候就会轻松一些 OK 好 那第二个发音 也就是本身自己的发音就是错的 因为我觉得同学其实词汇量还不错的 有时候在测试的时候觉得说 我的词汇量可能上千或者上万的 但是为什么我在听的时候还是听不懂 那这个时候有一个原因就是 你自己本身的发音就是错的 因为很多学生在背单词的时候 我们是只了解了单词的拼写和意思 其实却忽略了说单词它本身的这个发音 不管是原因还是说它的重音 所以解决方法就是你在背单词的时候一定要去跟读 这个过程其实不要省略 因为我们以前在背单词的过程当中的话 可能更多的就是知道它怎么拼写 以及我知道它表达什么意思 但是让我读或者说我在听到它的时候 我还是反应不过来 所以的话咱们在背单词的过程当中 融入这个过程跟读 OK 好 那第三个固定搭配 因为很多同学其实散单词呢 是听得懂的 就是我给你一个一个单词 其实完全都没有问题 但是一旦是它一些比较常见的词组 或者是一些短语 然后放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完全就听不懂了 就好比方说举个例子 比方说马东梅这三个词 如果说你对这三个词不是很熟悉的 那你基本上就会马东什么 然后是什么东梅呀 或是马什么梅呀 那你就会对这个单词 或是这个词块完全就是生疏的 所以解决方法 我们平常在做阅读理解 包括说在听力呀口语都行 一定要去累积一些固定搭配 也就是你常常看到这两个单词 它是一起出现的 那我们在练的过程当中 就不断的去积累 OK 好 那第四个就是句式不熟悉 这个主要说的是什么呢 其实说的是语法 那不少同学的话 其实单词呢是听得懂 但是放在句中呢 我们会完全不知道它表达的含义 所以平常我们同样是要累积语法的 因为当你根基打牢之后呢 其实它会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快速的去捕抓这个关键信息点 也能辅助我们去判断这个单负数还有实态 因为往往有时候特别是像单负数这种 我们可能当下听的时候觉得很容易遗漏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咱们的语法根基比较牢 那其实就可以通过这个 就是辅助脑补一下 然后就知道说它是属于单数还是负数 OK 好所以的话就是语法要补一补 那第五个题材也就它可能涉及一些专业性的领域 比方说像法律啊 还有包括说像政治啊 或是经济等等的 那如果说我们只是因为对这些领域的这些知识点不太熟悉的 那么解决方法就平常在练习的时候呢 多去听 Read-tell lecture Read-tell lecture 还有Summarize spoken text Summarize spoken text OK 去听他们这两类的一个真实讲座的音频 因为它这个的话就是可以让你不断的去累积这些专业性领域的一些词汇 从而培养耳朵对这个领域词汇的一个敏感度 OK 所以的话大家平常可以多做累积 OK 好 所以的话 这五大类的话就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会发现学生常常会有的一些问题 嗯 那其实听力的这个过程很多同学都会有经历过说 一开始呢看到了希望 然后呢练着练着又绝望了 然后呢调整心态之后又看到希望 然后可能又练一段时间又变成了绝望 就会这样子不断不断的恶性循环 那我想要说的是 其实听力它练的就是跟婴儿走路是一样的 是属于一个baby steps 因为婴儿它其实对世界呢是充满好奇的 但是呢又很急迫的想要表达 所以他们会更多和更快的去吸收和掌握自己听到的这个词汇 那如果说我们把自己当成一个婴儿 然后在听的过程当中 如果说是那些我不熟悉的单词 或是我不熟悉的词组 或是我不熟悉的句式 那我们在不断的练习当中 不断的去输入 然后去巩固 那最后它就会变成你的了 OK 所以的话 这个过程不要就是想要一步就走到很快 我们应该是一步一脚印 然后baby step来练这个听力 OK 这个要注意一下 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 你在学英文当中的话 就是不管是听力也好 还有其他的 一定要学以致用 也就是说我在听到这个词 或者说我在听到这个词组 那下次你可能在听力 在口语 或是在阅读或写作当中 那你就可以尝试的进行运用 因为当你不断的去运用的时候 那这个单词 或者是词组 或者是句子 它最终才变成你自己的东西 我们对今天的定义是 在你联系的最后一次里 你可以听懂里边的每一个单词 那我们里边的细节同样是不能放过的 如果说我只是能够半知半解 那这个其实不叫惊听 因为通过不断的训练 你的会发现的话就是 第一你的耳朵敏感度是会有提高的 第二个的话就是 我们提取信息的这个能力也会提高 那包括说对单词的一个发音啊 还有包括对异群的一个把握啊 这些方方面面的 那第三的话就是全面的理解文章 包括文章所涉及用到的词汇 还有包括语法呀 文章大印呀 这个逻辑框架等等的 听力的话其实是一个 就是系统工程来的 我们在练之前一定要做好规划 并且是持续的输出 我们在时间上就不能说 我今天练四五篇 然后呢隔几天我出去玩了 然后回来我再练四五篇 或者说我是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的这种方式来练习 那也很多人就是会可能坚持了一两天 然后就完全放弃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说 很多人其实学英语呢 学了很久 其实不单只是说只是一两天了 可能学了两三年三四年等等的 却还是一直在原地踏步 那也有些人就是可能学的时间不是很久 那大概可能就是比如说一年啊等等的 然后会发现他的英文就是有一个突飞猛进 OK所以的话就是持续性 持续输出一定要有 那在材料方面 咱们选好的材料就一定要坚持下去 不能就是我今天想换一篇 然后明天换一篇 比如说我今天听听老托 然后觉得哎明天了 我可能又拿那个就是基金来做一下 听听或者说我明天又换一个经济学人等等的 你会感觉说我好像是听了很多的材料 但是其实是没有太大用处的 因为你这种无效的重复练习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就是你那么拼命的努力 其实最终也是感受就感动到了自己而已 其实对你本身的提高进步非常非常小 所以的话就是在开始的第一阶段 我们选对方法 还有包括适合你的材料的话 这个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如果说我们的听力基础比较薄弱 要进行精听的话应该怎么进行 那首先推荐的就是精听六部曲 第一个阶段就是一个热声 我们这个时候是不看文本的 也不动笔 只是让耳朵去听 要让自己听到说 我对整篇文章大意是有一定的了解了 那这个时候就开始第二阶段 但是如果说我不看文本的时候 我仍然是听不懂的怎么办 这个时候一定要看文本的进行听 如果说我听多几遍了 已经有点熟悉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第二阶段 动笔单句听写 那这个听写的话 你可以就是一句一句来 但如果说一句一句来不行 那你就一个词一个词来 反正就用尽你自己能够想到一些方法 尽可能的去把整句还原 那很多人也会问说 那我到底要听多少次 我就要放弃了 我的建议是 最好就是坚持 比如说三到五次 如果说坚持了好几次了 仍然是没有办法再听懂了 那我们就到下一句 OK 好如果说一句一句都听完了 然后你最后第三步的话 就是开始全文不间断的播放 这个时候要进行查诀补漏 看看你耳朵还能不能进行一个听写 那同样的这个时候是不看文本的 不看文本 然后我们查诀补漏完了之后的第四步 就是要去做一个听写报告 也就是你要做一个归纳总结 看看说文哪一些问题出现了 比方说是因为单词不认识 或者说一些翻译现象 比方说连读失去爆破 或者是吞音啊等等的 这些我没有听出来 那这个时候的话就要把它归类 那有个建议是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颜色去把它区分 然后下次你在看的时候 就会比较清晰一点了 OK 如果说我的听听报告已经写完了 然后第五步 单据看文本的重复听 因为这个过程的话 就是让你把刚刚没有听出来的 不管说它是单复数 还有包括连读等等的 那这个时候你就看文本 然后让耳朵更去把这个声音给记住 然后让自己去熟悉 因为如果说你在 你之前在练的时候 如果说只是在某一处卡 你就不要看 我们应该是到这个阶段了之后 我就开始一句一句的反复听 然后也看一下文本 然后去把那些连读啊 弱读啊这些发音现象 发音方式 然后好好的去总结 好好去感受 OK 然后第六步 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叫更读 这个的话要单据更读 因为如果说你想要自己就是 全身每一个毛孔都能够吸收 就这个英文的话 那基本你必须得让自己去参与这个过程的 因为当你参与更读的这个过程的话 你可以更清楚 对它的这个发音的方式会更熟悉 以及说对整篇文章的大意会更深刻的去理解的 OK 好 所以的话这个就是六步 那我们的素材选择 素材选择其实很重要 首先第一个推荐的话就是老托夫93篇了 因为它发音相对来讲比较清晰 然后的话它的长度也不算的特别长 是比较合适的这个今天的文本 那如果说我感觉今就老托难度很大 怎么办呢 我们还有第二个方案 就是可以去练一下read aloud它的一个音频 但是这里边的话想要讲的是 我们在练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外教录音的 千万不要就是去找那种什么高分的 因为就是中国很多学生在 不管是考PTE考高分 其实很多程度上有一些发音细节 还是会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说我们听外教的 至少它这个是它的母语 在发音方面的话 就是很大程度上会比这个 我们国内的读的要好一些 所以我的推荐是外教的音频 OK 或者如果说你感觉read aloud还是很难 就是一段的我还是没有办法的 那这个时候你去单句听写 write from dictation 还有包括像repeat sentence这种都可以 所以write from dictation 还有包括repeat sentence的音频 同样是推荐外教的 千万千万不要就是找什么机器录音啊 等等的 因为我们要让自己就是熟悉一下说 它外国人还有包括他们的local嘛 是怎么去读它的这种联读啊 还有包括诗报 OK 所以的话 这些素材 这些素材在我们的喜马拉雅上面 全部都可以找到 或者是youtube上面都有 OK 就是外教领评的 然后练习量 练习量的话 如果说咱们练的是老托 每天保证一篇就好 一篇 那如果说我是练的read aloud 那每天的话大概是五到十个 五到十个 如果说我是read from dictation 或是repeat sentence 那我们推荐的话大概是三十到五十个 那如果说我们的基础 还可以 就是并不是说太过于薄弱的 听一篇文章的话 至少说你的理解能力是在大概百分之八十左右 以及以上的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进行这个精听五部曲 就不需要说像之前这样子 就是很慢很慢的进行操作 第一步的话 仍然是要一个热声 这个热声的话 你就把它当做read aloud lecture来听 也是一样的 我们要先熟悉一下它文章的大意 那有些同学可能听力比较好的 可能听一到两边 基本上就大概了解 那这个时候我们进入到第二个阶段 单句听写 同样的用尽自己的方法 单句单句的 或者是单个单词的等等的 反正听到每一句 就是尽量的去完善 完善之后第三步 我们就直接做精听报告了 因为我们的听力基础 没有说像之前的这么薄弱 你就不需要说在那边反复反复的听和练 那这个时候做完精听报告 同样的要去分析 看看说是因为单词不认识呢 还是又说因为联读啊 诗报啊 这些有的我们听出来 同样的用不同的颜色进行标记 然后第四步 单句重复听 这个也是一样的步骤 那最后一句话也是要注意的 就是单句更读 OK这个要特别小心 然后素材 素材推荐的话 因为像reform notation 还有包括说像repeat sentence 这个的话就不太适合说基础 比较好的同学拿来打基本功 那我们这个过程的话 更多的想要就是去把一整篇 里边的每一个细节都听出来 所以推荐的素材的话就是 老托福93篇 一天一篇 给大家推荐一个练精听的神器 叫阿波波 那大家可以就是自己Google完 或是百度找一下它的下载链接 然后我们这边也有 然后呢第一步 先注册一下 然后登录进去之后 点击菜单栏上方 它有一个叫客舰组 然后你在里边搜索 搜一下老托福听力 然后它有很多的客舰组 然后随便选一个进去就好了 或者是老托93篇 然后选择加入之后 点击本地 选择批量下载全部客舰 你要把这个客舰全部下载到你本地的这个栏目 然后下载完毕之后呢 我们就点击返回主页 然后你会看到这个列表当中呢 就会有你刚刚导入进去的这个素材了 然后我们点击学习 点击学习之后呢 它一共会让你有六种选择 一个是抠词听写 第二个是单句听写 第三个是自由听写 第四个是随意读 第五是全文读 第六个是造句练习 我们今天的话选择的是第二个单句听写 记住选的是第二个单句听写 然后当你练完了这个单句听写之后呢 我们点击一下就是保存图片 把你的今天报告导出来就好 然后这里边要注意就是你们在练的时候 把自动纠正的这个功能先关闭 就不要让它帮你自动纠正 不然的话你很多错误可能自己就没有意识到 然后把报告导出来之后呢 你们自己评传就可以做一个查诀不漏 那如果说就是自己看不出来问题的 那你可以联系你的相应的听力老师 然后让他们进行一个分析 其实在练经听的过程当中 话还是蛮多注意事项的 所以给大家总结了一些tips 首先第一个话就是你的材料 必须要选合适自己的 什么样的材料合适自己呢 就是我拿到那篇文章的话 我先犯听 我至少说能够听懂60%到70% 那这个材料就是属于合适我的 但是如果说我在比如说 我在练那个老托的时候 发现那篇文章我只听懂了30%左右 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要练那篇 去选难度系数更低的 然后比较接近自己的这个水平的材料 进行一个练习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选材料的时候呢 不要选太长的 建议的话大概是在60到90秒 也就是一分到一分半左右比较合适 因为如果说你选个四五分钟 那这个总够流程下来的话 时间就会比较长了 然后收效也不是很大 而且也会很让你进入到这个疲惫期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选材料的话 一定是要选带文本的 如果说你有时候比如对一些演讲感兴趣 但是那个演讲是完全没有文本的 那这种材料都不适合做经听 一定要就是让你最后面可以去做一个察觉不漏 以及去对比答案的这个 然后第四个 如果说你在经听过程当中的话 你有犯的一些错误一定要标记好 因为很多同学其实经听完了之后呢 都不去做一个归纳总结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下次再听到的时候 很有可能又犯一样的错误 所以咱们在错误的地方 一定要标记好 然后进行反复回顾 就是不断的听 不断的听 让自己就是对这个音很熟悉 第五个的话就是反复摸耳朵 因为经听不是说就听一遍就过去了 我们经听的话就是不断的重复 然后去把里面的那些小细节 包括说什么联读时报啊 还有包括说单复书啊 时态啊这种等等的 我们都要进行一个反应 而且呢也会让你练 瞬间反应它那个单词 什么意思 以及单词是怎么拼写的 所以一定要不断的去摸耳朵 那第六个 不要以追求数量作为你的目标 因为之前带学生的话 也是有很多同学反馈说 老师我的老托93 我都过了两遍了 我经听都经上两遍了 为什么我的听力分数还是上不去 我们在练经听的过程当中 永远都不是说我练了多少篇 我们其实在练的过程当中的话 应该是如果我只练一篇 那至少说我把我里边错误的那些问题 我是很清楚的 然后我在下一次听到就是类似的 它的那个信息点的时候 或者是同样的信息点的时候 我是不会再犯错误的 如果说还是一直练数量 但是呢你的错误都是一模一样 或者说就很多很多错误的话 那这个时候其实不太有必要 OK 所以一定要记住 不要以追求数量为目标 我们应该追求的是质量 然后第七个 跟读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精听完成之后 一定要看着文本进行跟读 模仿 一定要让自己大声的进行朗读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其实不要害怕就是犯错误 然后一定要让自己就是 好好地去听听说 它语音当中的那些什么弱读啊 还有包括联读的这些现象 然后可以咱们进行一个模仿 然后去掌握一些听音的规律 那第八个的话就是语速 语速方面的话 其实一开始不要练太快的 如果说我们就是本身基础 不是特别好的 那千万培安比较 就是一开始就来个两倍速 或是1.5倍速 这样的话 其实会让你反应的这个能力 就基本上达不到了 所以我们在练的时候 如果说基础真的真的很薄弱的 那你一开始就是用正常语速就好 或者说稍微把它调慢一点 那如果说我的就是听力基础比较好 我本身词汇量又很好 听力又很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可以稍微的加快一下语速 比方说调到1.2倍速 饭听是什么呢 饭听其实就是听懂文章的大义 它不需要你精细到每一个词 那我们其实为什么要做饭听呢 其实第一的话就是 掌握一些背景知识 因为有些人他说 学好一门外语呢 就好像是打开了另外一扇门 它会给你呈现一个新的世界 因为你在学习一门新的语言的时候呢 其实同时也是在掌握一些新的资讯 比方说有些同学也很喜欢看美剧 或是英剧 其实你会发现 当你掌握一些背景知识的话 第一会让你在观看当中呢 更容易理解 第二的话也会让你更容易 就是更好的去了解 这个当地的风土人情 那第二的话就是 不断的去加深这个英语的发音 包括说它的一些语调啊 好异群啊 好包括一些吞音连读等等的这些规律 从而呢 去提高我们的英语语感 英语语感 其实很多同学会听到一些 就自己的朋友啊 身边的人可能有在讲说 我其实英文的不好 就是语感特别好 就感觉说 我虽然说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但是呢 我就知道它运用的是这些 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语感 那它通过不断的翻听 其实是会有一定的提高的 第三个的话就是 提高你整体的理解能力 因为不少同学 其实在听英文的时候 都是单个单词去理解 那其实你 当你在单个单词理解的时候 其实里边会有一个什么 时间空隙 那这个时间空隙的话 其实会对我们 就是对句子的这个理解 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 所以我们其实如果说 通过不断的练习 让大脑 其实在潜移目化当中 就学会去听文章的大意 也会让自己就是预判 你即将听到那个单词是什么 比方说 之前给学生做了一篇文章 叫做深度睡眠 它里边的话 其实有一个对应的 叫浅度睡眠 Light sleep 但是很多同学听的时候 会把那个light 听成了white 白色的这个 所以其实如果说 我们在不断的饭听过程当中的话 其实你大脑会有个潜移目化 你听到了一个深度 那其实你下次听到那个音的时候 它对应的那个可能 就会是一个浅度的睡眠 就类似这样的 然后让自己去预判说 你听到这个单词 有可能是什么 OK 好 那所以如果说 我们的饭听如果是被考PTE的 我们比较推荐的素材的话就是 Retal Lecture 还有包括像 Summarize Book and Test的一个基金音频 然后如果说 我只是想要提高我自己的英文 这个时候你可以就是多看一下新闻 或者说是一些名人的演讲 或是美剧音剧 其实都可以的 都可以 很多人也会问说 到底精听难还是饭听难 其实饭听才是检验你听力的试经时 因为我们真正听懂英文呢 其实不是说让我慢慢的去翻译 然后去理解的 而是说我一听的时候 比方说TV文章 我大概就知道它讲的是什么概念 而不是说要反复反复的去抠 反复反复去听 我才能听懂 因为反复反复去听 反复反复去抠细节的话 这个我们叫精听 饭听的刚刚也讲了说 它的点是我大概能够听懂文章的大意 所以我们听力基础好不好 其实就看我们的饭听能力好不好 如果说你听一本文章 大概文章大意都能够听懂的时候 那说明你的听力本身的基本功 其实不算特别特别弱 如果说我们TV文章 我连50%以上可能都没有办法去听 那这个时候应该先进行的是精听 然后再去练饭听 精听和饭听之间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有很大区别的 那我会在字幕还有包括笔记练习顺序和细节方面做一个对比 首先在精听方面 你在精听的过程当中是一定要看字幕的 但是在饭听过程当中 我们是尽可能的不看字幕 而是让耳朵去听那个音 然后在笔记方面的话就是精听当中是要记笔记的 因为他要精确的听到说每一个细节 所以的话你里边不管识词续词都要把它听写下来 但是饭听的话尽量是不记 如果我们记的话也只是记一些key points就好了 一些比如说关键词啊等等的 不是说每一个单词都抄 然后练习的顺序 很多都说我要提高听力的话 我是先饭听还是先精听 其实应该是先精听 然后再进行饭听 然后在细节方面 精听就是我听不懂的 我就不罢休 就一定要去精确听到里边的任何的这个小细节 但是饭听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说精确到每一个小细节 只要这篇文章我听懂他的主题讲什么 然后跟他主题相挂钩的一些细节听得懂 基本上就过关了 最后听力的一些其他分享 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要正视自己的水平 千万不要就是觉得说我朋友啊 10天就被考 然后就考到了pt的90或是pt的79等等的 或者说别人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就从听力的50分 然后一下上升到80分等等的 因为每个人的水平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说 你自己的能力跟你的目标它的差距在哪里 这个一定要清晰的了解 然后第二个是心态一定要摆正 因为虽然说我们知道可能自己的能力 离目标的成绩还有一点点的距离 这个时候你也不要过于太焦虑 同时呢不要怀疑自己的能力 因为有些同学就觉得说啊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的 其实pt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公平的考试 每一个学生其实在pt当中的话都是一个潜力股 只要你用对方法 然后进行持续练习的话 其实还是会成功的 所以把心态调平不要过于焦虑 第三个的话就是选好素材 这个很重要 因为素材选不好的话 第一会打击你的自信心 你会觉得说我的水平为什么这么弱 其实可能只是那个素材 它超越了你现在的能力 所以当你选一个比较接近自己能力 然后你这个素材选好了 通过不断的练习有进步了 它才会慢慢的提升你的自信心 然后可以阶段性的进行进步 然后第三个就是用对方法 有时候我们如果说在某一处地方就是走不动了 这个时候一定要回顾看看是不是我的方法没有用对 那当你把这个方法调整过来之后呢 其实我们最后一步就是进入到成功了 OK 好 所以平常呢 其实大家在练习的时候啊 我会建议大家就是把自己练过的题目呢 通过一个录音的形式录下来 然后进行反复听 比方说你走路的时候啊 或者是睡觉前都可以放来听一听 第一个的话就是梳理一下你之前学过这个知识点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提高你的记忆 第三的话就是通过听自己的录音 你会能够就是更明显的发现说自己有哪些发音不足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更快的进行一个更改了 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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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at 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